今天呢,咱们继续讲这个故事 天津侠小羊的游览 今天第二集 上集说到,他救了一个小男孩 然后小男孩就说了 我叫杰克,谢谢你救了我的命 我一定告诉我的父亲 说你适合做央雄 然后小男孩就走了 在城市的马路上 一晃两年多过去了 住在三楼的央明 看了看日历 今天是222年的2月22日 下午20,也许22分 他自言自语道 嗯,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 我已经锻炼两年多了 别的没什么感觉 老是觉得日子过得 怎么这么慢呢 眼前的一切东西 好像都在放慢镜头 不知道怎么日子还掉过 还是选择一百个佛城吧 他正坐着半截 忽然来了一只蚊子 汪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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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个结果 他又跑到阳台 拿着杀虫计 追这蚊子 蚊子呢 顺着阳台直接飞出了 央明啊 又拿着杀虫计 跑到外面 去是追这个蚊子 划分两头 为什么这么多的蚊子来了呢 这是因为 在布卷处的楼房上 有一个身高一米的蚊子精 它在大量的吸收的血液 来自于这些蚊子 而和蚊子精作战的是一个 生化机器人 身体的大部分是机器 但是能向正常人说话 毕竟大脑还是人类的大脑 这个生化机器人 看到蚊子精之后 说到 我就看到你 在这儿如此的嚣张 我有办法将你一网打尽 他就用自己自带的火箭炮 攻击了蚊子 但是 但是蚊子 非常的灵活 左闪右闪 避开了所有的攻击 直接来到了机器人的面前 一把拽下了机器人的胳膊 飞向了远方 然后说道 然后说道 看到没有 你已经没了一只胳膊 一会儿就把你的脑袋拧下来 哼 机器人却不屑的说 你还是看看自己吧 你的两条腿拿去了 我已经感知到 方圆一公里内 方圆一公里内是没有任何人的 我要用超强的 离子泡把这里全部轰变 你的蚊子就会死翘翘 蚊子精先是咯噔一下 后来他马上的笑起来 心想尽管城市不能有人了 但是森林里还有很多动物和水源 然后他就对着这个生化机器人说 有本质 你别走 老娘一会儿就回来 这个时候 央明站在了他的身后 说道 哥们 你看见一个蚊子没有 机器人说 刚走 实际上央明说的蚊子 和机器人说的蚊子是不一样的 央明站在那里 琢磨来琢磨去 不知道在想什么 然后说 那我就想回去吧 机器人说 你不要再来这个地方了 这里很危险 一只蚊子一会儿就过来 我要消灭它 央明说 我也想消灭蚊子 我这傻同气傻半天头头不死 机器人也没有说什么话 俩人就在那站着等待 过了不到一个小时 蚊子经还真的又回来了 很多的蚊子在森林里边 吸了很多的血 作为蚊子经的养料 现在的蚊子经长到将近两米长了 而且形态也比以前好看了很多 有着魔鬼般的身材 天使般的脸蛋 蚊子经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来到了机器人的身边 一下 就砍掉了机器人的两只手和两只脚 腰部 也被蚊子 划了一个口子 也就是说 机器人现在没有了什么战斗力了 这个时候机器人想 我不能就这么了事 否则 这只蚊子经会祸害一方民众 我将发射中子弹和蚊子 同归于尽 虽然我没有向我的老师道别 但是我在这里真心的祝福他 真心的祝福他 这个地方应该马上没有人了吧 哦 对了 还有一个人 正在机器人犹豫的时候 英明过去 他啪 给这个蚊子一掌 然后说到扑通圈 这个蚊子经被打了出去 像是炮弹被放射出去一样 先是砸在了房顶上 之后又飞出去很远 然后 这个英明说 这是一个狗碰头的东西 然后英明就唱上了 朋友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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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么跟他成长朋友了 这个时候 躺在地上的机器人 把自己的手指变成电焊机 滋滋滋滋滋 慢慢的修复的手脚 和身体内的各种器官设备 就在英明要走的时候 可以站起来的机器人说道 朋友 不 老师慢走 我可以不可以成为你的学生呢 英明不知道在想什么 说的 好了 野蛮 你自己在那闷得密吧 我先走了 然后英明头也不回的就离开了这个地方 只留下这个生化人 在那里继续维修着他的手臂 转天下午 英明在家里锻炼的时候 门铃响了 英明开门 看到了昨天的那个生化机器人 身边背着一个巨大的足有我两米高的一个行李 生化人第一句话就是说 老师 你好 我从今天开始住在您的家里 跟你一起学习本领 生化人 把东西 就放到了那里 英明有些犹豫 这个时候 生化人 拿出一打子钞票 啪 放到了那里 接着说 昨天 您那招 破天拳 真的非常厉害 您 可不可以交给我这个招式呢 英明笑着说 那哪是什么破天拳呢 是普通拳 普通 另外我想问你 你叫什么名字 生化人说 我的名字叫 WANG YANG 1412 这是我的改造人编号 英明疑惑的说 你这名字 太他妈奇怪了 我记不住 我就叫你 正义吧 我曾经为了正义 被打得起 厉害的 英明 打开电视 看着新闻 这时 里面出现一个记者 正在采访一个 英明联盟的主席 他说道 最近 马路上的变异妖怪 越来越多 城市已经有些 不堪重负了 需要更多的人 站出来 为了世界的和平 做出努力和贡献 这时 采访的记者说 艾布杰克主席 说得对 欢迎更多的人 加入 央雅雄联盟 艾布杰克 接着说 我的儿子 两年前 差点被一个 螃蟹精给杀了 要不是一个年轻人 救了他 我就失去了 我的孩子了 从那以后 我就致力于 发展这个 央雄联盟 维护这个世界的和平 阳明对着电视 说道 我看到很多 养雄联盟的人 都在电视里露面 哎 闲得很风光 我想让更多的人 认识我 提升我的致命度 我这些天 一直找不着工作 找的工作也不是太好 估计也没有 多少人认识我 正义就问道 那您这些日子 都干哪些事情了 央雄联说 嗨 我到时候给您家贴 小广告 挣了一些小钱 就在这个时候 电视里 一个老太太 对着记者说 哎呀 现在一些人 真的很无聊 把夜广告都贴到 我家窗户上了 记者的摄像机 向上摇啊摇 摇到五楼的玻璃上 有一张小屎片 而他 正在五楼 贴这个广告 央民看到后 低下了头 然后关了电视 站起来 在房间里 躲步 正义 说道 要不 我们加入 央雄联盟吧 这样 就会提高 我们的知名度 而且还能挣工资 央民觉得 这是个不错的主意 就点了点头 要知道 他们到了英雄联盟 又做了哪些事情呢 咱们下集再说 不错的主意 不错的主意 不错的主意